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闪马田畅马杂助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但未订阅channel的朋友 麻烦可以按订阅 再按旁边的小铃铛 如果影片途中有广告 麻烦大家可以高抬贵手看完 当然我有个Facebook page和Instagram币 欢迎大家给like和follow我的币 我也有会员每月课金的Patreon的频道 希望大家每月课金支持 其实刚刚我是在会员频道中了凌价冷冰的 希望大家不要拆我去聚财 今天赛马结果 找到outup赛马台的达夫帮我手 例牌 马迷一定会问 达夫你今天行不行 我今天在这个二重彩楼下的策略失败了 最惨的是这个奋斗童心那一场 一出门 我买的那四个就已经放在前面了 但合适 家英精英 奋斗童心 精彩同事 已经全部在前面 就是名次楼转断了 那就没办法 其他那些单式打物又不中 其实这个就是二重彩 有时你究竟放冷的那只行头还是热的那只行头呢 还是复式 当买Q算数呢 有时的派彩就在这里会高了一点 也是在难度那里 如果说到二重彩 可以说多一点 今天那些二重彩派彩 很多都发觉不是那么划算 是有一场 无端端 譬如说那场是英明勇将那场 二重彩就特别划算了 因为Q是只有二百多元 但是二重彩是八百多元 然后其他很多的二重彩似乎似乎是跟Q 好像叫Q更划算了 你们那边 比如说WebEx直播 你没有发觉这件事情 大家怎么看 我们又没有说很特别留意 但是也有看一些赔率感 但是我觉得征辉那条也OK 是的 就是最合拍赔征辉那条 二千多 全日最好分的那条 是的 因为征辉其实是会捉 你说买第二名 你都会想他的 只不过在乎你信不信最合拍 因为他是 大家都很尽 你信不信他跑千二得 所以就是二重彩 其实就是多一个方法给大家求赔率的 顺带说完为什么我刚才提起WebEx 就是因为Dafi和RW赛马台 都会有一个逢日马的WebEx直播的 大家留意我们提供的连续 其实我在我的YouTube频道社群都会提供连续 大家可以坐进去看WebEx的马会画面的直播 另外大家看到我今天这个场地有点不同 和我后面是绿色的 就是我在这个仙岛为快的YouTube频道的工作室里面 现在这一刻就是他们借出这个器材 给我去做这次赛马结果这条片的 也都是我知道了 如果有朋友有留意我的频道社群 就是今天我也有在这个仙岛为快的YouTube频道 和大家即场做check room 和看现场实货 都有提供这个提示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分图留意我们两个不同的直播 那下个星期日马也会有的 那现在已经卖了广告了 就是说回马会那些宣传 我们又要帮他打罗打鼓 马会不断宣传欺斯 那今天马会真是欺斯真是赢了两场 好像当年罗富全 又是派第一只马就立即赢马 这只有型有款 但是都可以归功于他的 因为大家都记得这只有型有款 以前是得个急啊得个口啊会抢 就是只是抢在前面才有机会而已 那今年呢 转到他马房之后呢 施集是完全不同了的姿态的 可以留后慢慢等马上回来 将口也都可以大幅转好 下场也都可以脱下配备来跑 那这些是 亦都是这只马交到他施集啊 甚至交到他应有的水准啊 那他以往是70几分的马 下到这个分数 这个分数 可以反弹也都很合理了 这只马完全不同了 那是连马斯的功力了 是 其实过往有型有款给我们的印象 一来这只马就不是那么厉害了 二来就只得个独孤一尾 纯粹是摆前走而已 如果他出集够快 摆到前些的位置呢 回来就有些机会 一比如说出集不够快 留后面就没有紧的 但是今季这只马真的有些不同了 我似乎就像你所说练好了快慢游人 另外那只你怎么看呢 另外那只叫什么勇士画 精彩勇士 精彩勇士 就是第六场 这只你怎么看呢 第七场 其实这只马上年三岁的时候 在摩托都轻轻有些表现了 输给那些保诚之星啊 梦想成金啊 那些可能今年都是一些新星的马 今季一出即升 也都是合理的 始终他赢出来的姿态也挺吸引的 看着来吃的 根本就是看着外面那两只 奋斗同心和大合士 看着来跑的 那么潘顿也是在很迟的位置 才开始带着马法力 但是表面上就赢得很少 但是赢得轻而易举 那希斯这两只头马 你觉得他的功力似乎有保证 我一个看法 就是说希斯的马 似乎在那些沙圈等等是没有东西看的 就是说我自己所见的 就有型有款和这个 精彩用士在沙圈都未见是很突出的 那可能两只马都是纯粹跑一些能力或者新鲜感 但是就是说其实希斯这么多年来 过往他未离开香港 做冠军的时代 他的马其实都未必是有沙圈看的 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马也没有在那场谷了鸟 是不是那场落重鸟出击呢 其实就不是很关键这马是否漂亮的事 就是有落鸟 那我不讲再详细一点 不要讲到这么白了 有落重鸟和没有落重鸟 在沙圈又怎么会看到呢 那其实他这次离开香港 我想他也是用回这些他所谓的澳洲式的绝招 那看看之后会不会这样 不过可能就是一样东西 就是希斯今天真的交了两场头马 之后又被人唱到红了 是的 这个希斯的业潮我想到了11月 甚至到了国际赛之前 都会是挺有勢的了 不过你说的国际赛 不止之前 因为美丽传承在他的马房 国际赛也是继续去唱他的 是的 起码要过热潮 去到国际赛之后 可能才淡淡一点 到时看看马房成绩如何 或者输几个热门马 那就没什么可能 另一个静静地起革命 其实也不是静静地 这个马房本身也是大马房 蔡约翰 其实静静地他今天都赢了两场 就是和希斯分庭抗礼 那你怎么看今年赛的前景 你怎么复思他呢 其实赛上季表面上的成绩 排名甚至是投马数 好像强差仁异一些 以往这么冠军级的 就是连马斯赛得那么少投马 那其实他上季很早已经是 就是叫做棄游戏的了 摆烂了赛季了 那他将一些有一批马 变相一批年轻的马 可以再成长一些 有一些可能能力比较普通一些 跑熟了的马又可以减分了 正正就是给马房休息 正在回气了 那么今天弄出来 赢了两只马都是很好能力的 一只是凌架 一只就是劲博 那么凌架就不用说了 上季三岁已经是交了一个 很有彩绩证明 带到来转了税 背顶榜排在大外当 一出跑千四都可以赢到马呢 这些马应该是 在三班都随时还有马赢的 那么另一只劲博了 我想全日十场投马 最有说服力是这只投马 虽然赢得少 但是它是在一个基本上不可能的位置赢上来的 那么也都赢了一只 稍微有些卡斯 在三班有些卡斯的仗要 那么这两只马 特别是劲博了 我想是未来一月四岁的大赛 可能会见到面的 所以要跟进着劲博了 我想之后的赛事都可以买的了 那么说到这个莫雷拉和阿赛 其实潘顿的季初也有人说他出口述 就说今年莫雷拉 今年是会比他的成绩好 那么其实反过来也未必是不合理 未必是乱说的 因为其实 你都好像刚才也说过 就是莫雷拉的成绩 都是主要跟阿赛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如果阿赛今年其实的成绩好 的话 其实都会带起莫雷拉的成绩 是吧 因为当初来说莫雷拉 其实外线马 就是蔡翰以外我就当是外线马 其实是少一点 那么没有潘顿有那么多的地盘 那么自然上季阿赛失息 他就失息了 那么今季可能也要看回 阿赛的成绩而决定 他那个 就是增贯的老徒的答案 是啊没错 因为刚才正如我们所说 正如马前所说 其实是一个连锁效应来的 蔡翰的成绩上升 就会帮莫雷拉赚冠军的了 即是莫雷拉可能在外线上 找到一些很精英的坐骑 他不会在其他马房里 找一些垃圾来跑 但是蔡翰的马 他每一只几乎都骑上了 那么所以蔡翰的马有 就等于莫雷拉有的了 那么令到两个 潘顿和莫雷拉的距离 只会收窄 而今季就 今季的赚冠军那个 我想莫雷拉赚冠军的取决点 都是蔡翰 所以这个是很合理的 看看蔡翰再推出新马出来的莫雷拉 就是推出新马的质素如何 看看莫雷拉到时的成绩如何 如果说推出新马 就是最后都要看看 Darric Price 行不行 是的 没错 就决定了香港 决定了香港联马斯的前途 就在Darric Price 手上 是的 无论是中下游的马房 或是赚冠军的马房 都是他 所以我们现在说了希斯 莫雷拉这些 今年的骑恋的形势 和过往是大不同 似乎 有一个洗牌的效应 过往你说 上季的情况和今季很大分别 竞争是激烈很多 也应该真的会好看 也是满迷的福气 再补充一点 跟姚本辉之前所说 衛免之路是相当艰巨的 上季竞争的马房 给我们一个手指公 留言给个 comment 鼓励 以及把影片分享出去 最后麻烦是大V 今晚的助拳 也多谢大家收看 今期的史玛田 唱华习作 其实下个星期 我也会有新的环节 就是一个新的环节 下次告诉大家 有些新的影片给大家看 总之多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V 拜拜 不客气 拜拜